乱丢垃圾不仅没有公德心也会危害环境卫生 雾峰峰堤路靠近台74线快速道路下有一处农地 日前遭人偷盗废弃物垃圾 而且数量还越来越多 甚至快要溢出到路面上 其中还有像是工程的废弃建材弹簧床等等 里长连续追查了好几个月 终于在日前抓到凶手 也请该地主协助清除垃圾 也呼吁民众不要随意弃制垃圾 发言忘过去竟然有成堆垃圾被弃制 里面甚至还有工程废弃建材弹簧床等等 这处是封体路靠近台七四线快速道路下的农地 日前被里迷发现有民众乱丢垃圾 废弃物一开始仅有一小堆 但后来却越到越多 甚至还溢出到马路上 心境相当夸张 不效益者装潢益 在挂废弃物的东西 都拨不着来这里 因为我在这里迷很久都抓没人 都不知道是谁到的 而且也都没有来到 应该都是在半夜间来到的 这样子 里长表示这里附近没有住家 平时轮车通行不多 加上地属于私人土地 地主人在北部近来并未耕种 才会让偷盗者似无忌惮 日前多次埋伏都没有办法抓到元凶 明年将近30公尺的农地 不仅有一袋一袋的垃圾 还有大型废弃物 臭味4亿 观感不佳 也会担心造成环境卫生的问题 因为这个土地应该是属于人 所以说反部局接着有什么动作 但是我在建议 我们的机查大队 你有困难来捏这个地方 绝对是没错 而且这是我们北省的卫生问题 结果里面向环保局反应后 日前请该地主协助清除垃圾 并加装远端及时监控系统搜证 终于抓到非法弃制的小货车 将依废弃物性离法相关规定告发处分 为民众不要以身试法 介绍转 台中赛报道